在浩瀚的宇宙里,危机四处,什么时候都不知道会有狂派的变形金刚来到你身旁,来窃取你的个人资料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头的话我直接跟各位讲结论好了 因为这款玩具呢已经蛮多非常资深的一些UP主啊 或者是一些玩家们呢都已经在网络上发布各种各种把玩的心得了 那我直接告诉各位这款玩具呢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的 首先呢它的一个第一个优点呢是它的一个还原度来讲的话呢是领先目前其他几款官方同等级的玩具 那所谓的同等级的话呢我并不想拿Steven Series那是Deluxe等级啊拿那个来相比是没什么意思 那以同样大小身高的话呢这个是过去的一个Human Alliance 两个的身高可以说是几乎是非常一致 身型的话呢可以看得出来啊当年这一款HA集的话这个脚啊非常纤细啊也是小脑腿一样的感觉 那么这一次NA的话呢在造型上呢是腿部的话呢是做了一个最直接的一个修正 再来就是一个整个背包的处理啊这是原本HA集的 那么这个背部的话呢不得不提啊这个其实收的还是比较完整 而且这个宽大的一个肩膀的比例还是保存在的 然后轮胎的一个位置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不一样啊 这个电影里头的话呢这个CGI图的话各位去做个比较吧 那以轮胎的位置来说呢这个原本在手上的位置呢在NA版本呢是到了一个腿上 那比例人物的比例的话跟目前Masterpiece Movie Series的话呢跟MPM级别啊 我们同样的狂派两个呢做个身高的对比 嗯应该身型比例来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身上的银漆呢也是比较够分量 配件的话呢也是很很有诚意啊 怎么会有诚意呢理论上呢在电影第三集里头的话还是只有出现这个激光鸟 那么这个激光鸟的头雕做的非常生动啊这个对不对 Jerry我最喜欢就是你的然后就把对方给杀掉了啊 那这个头部的话呢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脖子的话呢只有根部呢有一个球关可以动 那尾部的话呢是根部的一个这里是一个球关 以及末端的话呢有一个上下可以动的一个关节 那么呢这个翅膀的话呢这里是靠着这个螺丝钉的这个位置的话呢 是可以做一个转动 两侧的松紧度不太阳这一侧比较适中 这一侧感觉稍微偏紧一点啊不过也还在可以接手的范围 那另外就是这个地方可以可以做一个转折 那脚底的话呢啊其实是没有这个突破凹可以跟本体做结合的啊 但是因为他身上的话呢这个身上很多这个凹凸不平的位置的话呢 你稍微去靠一下也是可以靠的上去的 那我说他有诚意的话是因为呢明明是第三集的一个Mista 啊就是第三集收播的造型的这个Mista呢 他附带电影第二集里头的这个战犬 那这个造型的话理论上是第二集才有啊 但是他作为一个既然要把这个电影版的这个赛尾做完整的话呢 就干脆的把这个这个第二集的这个机器狗啊或战犬的话一块给做上了 那么这一款的话呢价值就比较高啊 因为这一款的话呢嗯他不只是单独可以配他啊 你如果喜欢的话你拿去配这个我们刚拿出来的这个官方的human alliance 这个等级也是没有问题的官方其实有做出Legion集的这个机器狗 但是那一款现在是天价物啊非常难买到 可以看一下这个可动啊这个嘴部是有个嘴巴可以张开的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根部也是一个球形关节啊 头部也是球形关节上来可以动 胸口这一袋呢做的比较大啊 这个做这个大一点的话其实是有意义的啊 在电影第二集里头他们潜到海底里头 要把这个Megatron救活的时候呢胸口是可以藏那个手术刀啊 那个小小的狂派的 脚的话呢这里啊前后啊 然后手肘也是可以动的 后肢的话呢是这个地方啊 脚后跟也是有个根部关节 有膝盖也可以动 然后脚踝呢也是有接地的 那腰身的话是可以动 那腰身的这个转轴的关节呢是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凸上去之后呢再接一个球关啊 所以他可以动的幅度呢会比你想象中好来的更大啊 那后面这个机关枪啊 这个是对美军的基地呢做扫射的 尾部的话呢也是根部一个球关 中间有一处两处的关节 末端的话呢这个地方呢还可以再往外面做一个炎 延伸啊还可以再做一个延伸 那我的话呢是比较喜欢这个机械狗啊 这个本身的这个金属的一个 应该说金属的光泽的这个应该说有一点珍珠粉 还是什么来的还是干刷来的这个金属 这个质感我个人觉得还是 我真的还是蛮喜欢这一套的啊 那最后的话你可能会最 最在意就是说到底这个本体怎么样呢 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 这款玩具最大的优点在于 它变形的难度呢啊 虽然有可是呢它有一点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 一个一个里面可能嗯画面就看不到的啊 就是它的一个容错率其实非常的高 虽然变形难度颇复杂 但是呢在最后的几个呃 结合的位置上面呢 其实你揉揉搓一搓压一压呢啊 甚至你啊就随便啊就是硬推硬挤啊硬压 甚至你用嘴巴啊喊加油啊 然后再手啊去变啊 也是可以把它变形完成的啊 所以呢直接了当的可以跟你说啊 啊在我心目中来讲的话呢 它是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好的产品的啊 那唯独呢在人形下呢 我认为质感有一点是严重不足的啊 没办法达到我起没有办法加分加到说我 可能我有一个评分表吧 那啊有几个表呢啊有几个项目呢 我是喜欢啊如果你达到我就给你打个勾 那他可能唯一就是这个这个所谓这个肩膀的位置啊 为什么没有齿轮关节啊 当然这个是我个人来讲 如果他这个地方手掰动的时候呢 是有齿轮关节的话呢 那我会给他的分数呢 应该会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阶段 更高的一个一个一个境界 那他的一个身上那个卡垢的话呢 有一些呢在变形到到全部到位的时候呢 有些地方是不是那么容易去发现呢 我得讲一下这个特别是这个啊 这个呢我一直到今天早上才发现 这里是有个凸 然后内部呢其实是有一个有一个洞在这里啊 我之前的话还真的是玩着玩着都没有特别去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呢今天如果拍的这个照片呢什么的 有一些的话呢它是好像没有感觉这个肩膀好像没有扣紧啊 各位就担待一下啊 反正虎步骑的变形不到位也是正常的啊 另外听说这个手臂有个地方可以拉出来 给手臂变粗一点啊这个呢说实在话我也找不到在什么地方 那看图片我也看不出来这个所以来那就算了 那我一对来讲的话腿部的一个造型啊 稍微的感觉有点破碎啊 不过呢机械的感觉还是有 但是相较于上半身的完整度来说 腿是稍微比较丑一点 那背包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我觉得我这样收我认为是非常好看了 那身上有一些金属部件 那金属部件详细在哪的话呢 各位网路上去看就行了啊 反正我系数的话这个也没什么意思 然后腿部的话呢 这个脚后跟这一块啊 这块有有一个加分 脚底板也挺大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是一个金属部件 那这里的话有时候会扣不紧啊 我手上这一款是这样子 那这个的话是就印证了一次啊 就合金部件呢 跟塑胶部件呢你硬把它凑在一块啊 有时候塑胶已经变形了 但是金属没有变形了 那就会变成就是会有一个松动的状况啊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那头雕的话呢就 我是觉得有点丑哎 但是做的像不像啊 我是不太清楚 但是我感觉好像头雕是偏丑是不是 我觉得是不是额头 是不是额头太前面太凸 还怎么样 反正我不是觉得 我不觉得这个头雕好看啊 可能还原 但是我个人觉得并不帅啊 一点一点都不帅 就挺丑的啊 然后眼部的话呢是一个红色的一个涂装 内部的话呢有做出眼睛的刻画 还是有眼睛细节的 轮胎的位置我喜欢啊摆在后面 手部的话 三六零度的转动 然后二头肌也可以转动 手肘的话呢可以弯到约90度 枪的话呢是中间手中心有个洞 然后就打开 就可以轻松的把它扣进去 扣上去之后呢是比较紧实的 那这个枪的话呢是它也一样啊 这个在瞄准大黄风的后脑袋 再准备开枪啊 虽然当时看电影的时候 我知道这一枪肯定开不下去的啊 果然天上就天上就掉了一个太空船下来啊 这也是一个双孔式的一个发射 然后呢肚子这一带的话呢 我今天早上好像在IG上面吧 我已经看到有人 开始在做这个玩具的一个3D打印的这个配件包 是不是好像好像肚子这一带 给它要加强还是怎么样是吧 你加强有什么用 大黄风还不像一拳打进去把你抱头吗 对不对 然后这个脚的话呢 前后踢啊 一样是没有齿轮关节啊 这一款就是没有齿轮关节 会让我觉得比较可惜一点点 膝盖的话呢是第一次玩的时候觉得说 这个膝盖非常的奇葩啊 然后腿部的变形非常的复杂 但是实际上呢摸熟了之后的话 就大概知道其所以然了啊 那脚的造型就是比较还提过了 比较怪一点点 不过整体来说的话呢 还是弥补了一个官方 没有这个级别的一个 没有这个大小尺寸的音波啊 没有一个没有一个 也不能这么讲 其实HA集我觉得也做的不赖啊 只是说这个后推出的玩具呢 就比之前的玩具要优秀 这个也是比较正常的 轮到轮到我要来讲一下 就是这个所谓的一个电影系的玩具呢 可能这一两年来的话呢 才开始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些公司呢 来涉足啊 之前的话大家都是做G1系列 那以我目前这样接触的啊 像UT啊或者是这个 这次NA来讲 如果单独以这两家来比的话呢 我会觉得NA的玩具感觉 这个精细度细致度质感度来讲的话呢 是比UT的要好的非常的多 再给各位示范一下这款Mistar的一个变形过程哦 那成如以往呢 我先跟各位讲解一下大概的一个概念 首先呢变形的过程当中呢 腰部呢跟脚踝呢都不要做180度的反转都不要 我们只需要转动外面内收这个位置就行了 那在变形的时候呢 我的习惯就是从下半身做一个开始啊 那我们就先把它呢 在前后做一个对调啊 转式从这个方向转比较好转啊 因为从这个地方呢 躲过呢这个部件呢是比较容易的 转过来 然后呢后面这一块部件的话呢 就是原本这个裙甲这个部件的话呢 可以暂时的呢 就是稍微给它做一个推开的动作 推的越远越好啊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这一代的变形 那我的习惯呢 啊我们先把这个 先这个部件先提一下 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忘掉 这个地方人形是这个样子啊 把它给推开来之后呢 旋转一个角度啊 把它给往上推过来 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往下压啊 它靠上去就可以 它基本上是没有 还不能够做一个结合的 先把它给靠上去就行了 再来我们就把这个银色部件呢 组合成一个车尾巴 那先把这个部件呢 这里可以先做一个180度的一个翻折 那这里很多的球关 这款玩具另外一个毛病 就是说呢 它的球关比较多 变形的时候呢 有空间的要求也比较多 一个不小心容易去挤压推到会喷溅了 但是呢 我这一集的话 就尽可能的呢 给大家做一个比较一个 优化的一个变形过程 这个卡扣松开之后呢 中这个地方有个转轴 在这啊 把它给转上来 看到没有这个 车尾巴的话 就到这再进行 进一步这个结合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把这一块部件啊 这里 有个弧形 要跟这个车型 这一带做一个结合 那这个地方的结合呢 就是需要用到这个地方 有个转轴 在这一带 把它给转折下去 先把这个地方推开好了 这个地方先推开好了 脚底板这个地方啊 这里有个球形关节的一个开口 沿着这个开口呢 把这个部件给翻出来 你看 没有对好还容易喷溅了 这里 好 先把它给推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块部件往上面折 这块部件往上折 折上去之后呢 这个地方 这个突出来之后 这里旋转这个部件 到这里来 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就做一个结合 它是有一个突 这里有一块突 对应内侧 是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 在内部 从这里把它给扣上 然后呢 这里 这块部件 这里 也是一个转轴 然后在这个地方 一样有一个球形关节 在这看到吗 这里一样的 把它给转上来 转到上面来 到这 跟这里做一个结合 那跟这个后面结合的时候 其实是靠的是这个地方 这个突 跟上面有一个凹 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 到这 把它给扣上去 到这边 这个车子的一个尾部的到这 已经变形了差不多 我先把它回复到一个正的一个状态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继续接着它的一个变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把这个腿部这样往上面折上来 折上来之后呢 把这 先把这个部件先推上来之后呢 再把这个部件的往内推进来 你如果先推上面这个部件呢 再去折膝盖呢 你会翻不动 所以一定是膝盖先上来 再翻折这个部件 接下来做什么呢 这个地方 有一个转轴的卡扣 再把它给往内折过来 包下来 包下来 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有一个结合的一个 转轴的一个卡扣 把它转下来 到这 好到这个地方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这一个 刚刚这个尖尖这个部分呢 把它给推到 对准一下之后 就推到内侧去 然后呢 这个脚底板这个位置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给 透过这个球形关节 这个脚 这个球形关节 这里 把它给折进来啊 我们先把它翻进来 再给各位做讲解 你可能看得更加清楚一点 这样子 把它给推进来 然后这个脚尖这个部分呢 是折一下 把它放进来 好到这边咯 就是把它给捏捏压压压 到这 好 到这边 然后这块部件 刚刚有跟各位提过了 这块部件 刚不小心让它滑动 又滑过头了 刚有跟各位提过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 这块部件 就到这就行了 到这边 这边的腿呢 已经完全变成一个车尾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裙甲这一块呢 你可以再转动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一带 有个突跟到的一个结合在这边 你现在可以先把它扣上 没关系 为了让这个部件看起来 比较整洁一点 先把它给扣过来好了 这一侧 OK 就变形完成了 主要就是靠着 银色部件把它拼揍起来 那无论如何的话呢 就是 可能这个步骤的话 是相对会比较好 编一点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另外一侧 我们就变得快一点 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你要做一个 外白天兽180度的一个翻折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地方 这个卡扣把它给松开 在这个地方 把它给松开 松开 然后 这里 这里也可以先把它给松开 然后转轴这个角度 到这 到这边 OK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 先把这块部件 翻折 这边 转180度 然后折过来 对齐了 对不对 这个部件的话 这里有个转轴 把它给翻上来 到这边 一样 把它给扣上去 好 我们先把它给再次稍微转正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把这一块部件 这一块 弧形 这一块弧形的部件 要跟这一代 这一代做一个结合 那这里的变形就是呢 把这一个部件 给稍微推出来 这个部件呢 有一个 拉出来一个转轴 然后这个部件呢 转到一个 特殊的一个角度 到这边 然后我们把它呢 做一个 180度的一个翻折 翻折出来 你看到没有 往外翻出来就到了 这个地方 有一个突跟到的一个结合 把它给扣上去 这块部件呢 也是一样啊 透过这一些多重的关节呢 把它给移动过来 这里一样 是有一个突跟到的一个结合 在这里面 把它给扣上去 这边 这里 对准一下啊 因为我现在变成是 以左手为主的一个变形过程了 好 到这边 奇怪怎么扣不到位 到了 到了 好 到这边 来再次的 稍微的 再次把它给回到一个正确的位置 我怕转一转 大家看不清楚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刚刚有提过了 这个脚底板 沿着这个开口 转到一个 沿着它这个开口 转到一个开口处 然后呢 把它往上翻 这块部件推出来 这里往上翻 好到这 然后的话就是怎么样 先把膝盖往上折上来 再把这个部件往内折到底 然后呢 怎么样 从外侧包进来 对不对 你看包进来之后 轮胎就会在外侧 我再给各位看一下这个角度 看清楚了吗 这个样子 好 然后把它给折下来 到这 把它给翻下去 翻下去 好 翻下去咯 翻下去 然后呢 这边 这个裙甲的部分 有干涉到呢 没关系 你就把它给推开就可以了 这也是这个玩具呢 在变形的时候呢 就比较 因为这些部件的干扰呢 会让你这个感觉就是 它好像很错乱 其实也没有那么错乱 你看 我是持续的往这边包覆过来而已 并没有多做其他的动作 这样子把它给包覆上去 到这边 过来 好到这边推进来了 推进来了 到这边你看 这边刚刚这块部件 越过它之后 整个都推进来 到这 好 你们看见 这个 脚的话基本上已经变形完成了 那你在这个时候呢 这块部件呢 一样啊 可以把它给推上来 到这边 还有一个凸 跟奥的一个结合 把它给转上来 做一个结合 好到这边 那这个时候呢 两腿呢 注意啊 这两侧 要把它给推过去 以及呢 这两个部件呢 是到时候要推上去 那这个时候呢 结合的孔洞呢 这两个地方先不要结合 我们需要上面提供一个凸 让我们去 结合这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把它整个上半身呢 做一个拆开 那从肚子这个地方做一个拆开 拆开之后 把这一块部件 脚移上来 看到没有 这里把它给扣进去 这里也是一样的 脚移动上来 到这边 把它给扣上去 好的 这个 我们这一款这个Mista 这个两侧推进来 它的一个整个下半身呢 已经完整的变成了一个车子的一个尾部啊 那这个的也同时给各位看一下它本身这个玩具的一个结构呢 就是像这个样子啊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往内推进去啊 只是刚刚只是借位把它给推开而已 到这边 这里要扣进去 这里也是一样的 好 到这边 车子的尾部呢 已经算OK了啊 嗯 那接下来就剩下上半身 上半身的变形来讲的话是比较简单的啊 比较简单的 首先这个胸甲这个部件是挑上来 嗯 挑上来 然后呢 做一个180度的一个反转 那是一个一次180度 先把这里解开好了 这个 记得这个胸口是要做180度的反 不对 先把这个地方 对不起错了 应该先把这两两两手松开 两手内部有一个结合卡扣把它给松开 哎 整个整个踢开来 这样子做再做一个反转啊 这样子比较顺一点点 到时候它车子是这样继续往前翻 那这里要变形的一个 顺序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从车子的一个尾部呢 先做一个开始 好 我们把这个部件 翻折出来 到这 那如果说你觉得呢 这些部件呢 有干涉啊 什么的话 其实你都可以再把它给松开 是无所谓的 这个地方 把它给翻出来 到这 两侧 你看这两侧的一个 海鸥式的一个车门啊 也就翻到这来就行了 接下来的话呢 是这里的部件的一个翻折呢 它是比较倾向说这个地方 把这两侧部件翻下来 它是到翻到上面去啊 翻到上面去 你看到没有 在这边 两只手臂胳膊的话呢 利用这些松动关节 把它往下面折下来 这个部件呢 到这之后呢 把它给往前面翻出来 这里是一样啊 顺着顺着这一些 部件往前翻就可以了 这个一向往前翻 按下去就行了 按下去就行了 这个都不是很困难 上半身的话 可以说是 比较直觉一点 你看看这些结构 部件的话呢 你大概也都知道了 所以然了 上半身不需要特别多做讲解啊 这个地方翻下去 都把它给扣进去 这边 这里也是一样的 好 到这 两侧 这个 也是到这 翻过来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刚刚这一带啊 我几乎都没有去动它啊 基本上都已经自动 自动快要去变到一个定位了啊 这个地部件 这一块部件啊 手卡住了啊 这里 这块部件是在这里 把它给扣进去 这个啊 这个 还好它不是一个 并没有打锚钉 它就是一个靠一个凹凸去做一个结合的 我们把它压回去就可以了 好 压回去 行 那么呢 先到这个地方 接下来告诉各位 这手怎么组合好了 手的话呢 给翻进来之后的话呢 这一块部件 有一块部件在这里 记得把它给推进去 手啊 它这个部件呢 往上面 这个部件 推开 手这块部件 这 这两个凸 一定是扣到这两个洞 这个的话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从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关节 可以把它往上面推上来 到这边 但是呢 腿啊 手部的话呢 以下还有一个上臂 小臂 跟手掌 这三个部件的话呢 有各有不同的摆法 你只能这么摆 怎么其他方式摆 就一定错误 首先你要确保 它的手肘是可以往内弯的 这个像罗文一样的造型 是往车底板的 啊 必定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在这个 部件这里是可以打开 然后这手都可以往内翻的情况下 手掌 大臂呢 上臂是收进这个空间里头 这样子推进来 那手掌的话呢 一定是掌心 掌心 手掌心 是朝车子的内部 然后呢 在这个状态下呢 把这个手指的话呢 这个像是这个金刚王一样的这个手指呢 对金刚王没有错 我说的是那个Beast War 那个金刚王的这种手指头翻折的这种 这种设计结构 一定是朝内 搬到下 搬到下 然后去朝 后方 就这样子 再来 它的手掌呢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一定是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 到一个定位 好 这个手部的话呢 这一侧呢 就先到这边 我们也可以先把它合并起来了 其实已经可以了 我们就先把它合并起来好了 其实没有 两两侧其实好像是 有一点点干涉 已经影响不大 我们先把它给 车子的一个形状给弄出来好了 这个地方 突跟踏扣进去 这里 这里前后 可以做一个结合 这里一样 车顶板 扣上去 我们先把这一侧的整个变完好了 OK 手部 就是这样子 这一侧已经 变形完成了 OK 那 主要就是怎么说呢 它就最怕就是你部件不知道怎么摆 这个 这一侧 这两个洞 一定是扣 这两个凸跟奥 这没有任何问题 就推上去 对不对 等一下上来之后 就把它扣进去 这一定 一定不会有任何疑问的 然后就这个手 螺纹的这个状态 是朝车底板 然后确保手肘是往这个地方折的状态下 这一块部件是可以翻开的 这块部件是可以翻开 可以翻开的情况下 它就往上面折 折上来 把大臂收进里头这个空间 然后手掌心转到手掌心是朝内 掌心朝内 然后呢 这个手指的话呢 可以推到下方去啊 还是重复一句话 这是Bistowall里头 金刚王手指头变换的一个造型 也就是说呢 当这个手变下去之后呢 它是两手是合掌的啊 它是合掌的 这个呢 我觉得非常的酷啊 非常非常酷的一个设计 这个机器人是两手祈祷的状态下 在阿弥陀佛的状态下呢 完成一个载具的一个变形 这简直是这个佛光普照啊 然后呢 在这个情况下 你就可以把它给塞进去了 可以把它给塞进去 塞进去的情况下呢 我们再来进行其他部件的一个结合 在这个地方 好了 这里 往上 这里 扣进来 这个地方 前后 这里做一个结合 这个地方 从这里往下面 这里有个tokenal的一个结合 好 那我到这边为止 这个家伙的变形 已经算是完成了 这个手掌的话 再稍微整理一下啊 不要去拍到它的脑袋 只要能够顺到这个地方空间 把它给放下去就可以了 往内压进去 这一款 这个New Edge所推出的Mista 它的一个从机器人到载具的一个变形过程呢 也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 我们来看看这一款Mista的一个载具形态啊 首先滚动性的话呢 变形到位的情况下呢 是推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轮子的话呢 都能够正常的着地 那么 其实车型本身是很标致 已经很完美了啊 车头的这个 这个灯啊 也是透明件 那后面的车尾灯呢 也是有一个涂装 那中间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叠煞 很多人说搞不懂为什么叠煞是涂红色啊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这个车子反正我一辈子也开不起 那本身车型态呢 就分数很高 但是呢 大家呢 一定还是会忍不住呢 把它拿出来跟官方的这个HA级做一个对比 那HA级的话呢 当然是会 在车型态 单纯以车型态 它是一定会领先过它 首先的话呢 在车子的裂缝呢 因为它本身零件比较少嘛 所以它的裂缝就比较少 当然最关键的呢 还有两点 一个是这个挡风玻璃 整个是黑色 把里头的这个 机械部位呢 会做一个比较好的隐藏 那么NA的这款Mista的话 就感觉在这方面就没有那么隐秘度高了 那最关键还是这个车门的一个打开之后啊 那毕竟当年的这个HA级啊 是标榜的是一个车子里头啊 有一个座位啊 还有一个驾驶座的一个刻画 那么这个话呢 NA这款的话 当然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福利了 那么这个车门打开啊 你要做这个海鸥式的这个门的开法的话呢 我不建议从这拉啊 这是一个软胶部件还是不要啊 建议从这呢 稍微往内 稍微用力压一下的话 让它这个结构呢 稍微有点破坏之后呢 露出一个小缝啊 他就把它给推开 可能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那内部的结构 当然就如此这般了啊 那透过一个画面的话 就稍微借位一下 还是可以做出一个 就是开海鸥式车门的一个感觉的 那本身的话呢 这款玩具的话呢 我是个人最推荐的呢 我本来是觉得它的一个变形呢 非常的刁钻 但是没想到呢 一旦腿部的变形呢 摸熟之后啊 就是以这个 后面这几块部件呢 优先拼凑出来之后啊 在把玩的时候呢 就是比较轻松啊 那变成说呢 最后的话 我居然会惊艳于 它的一个玩具的一个容错度啊 在最后手部 这一带的一个变形组合的时候呢 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是蛮蛮粗暴的去做推挤啊 然后它就可以全部 去打到一个定位 非常非常不错的 一款第三方的一个设计 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的话呢 表示它们在设计上呢 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用心的 那以及的话呢 电影系的一个玩具 本来就是我的一个 一个偏好的一个系列 那过去的话 UT虽然有几款 但是各位应该也会发现 我对UT的玩具呢 没有感到什么兴趣啊 那我觉得UT的 这些第三方的一个 电影系的玩具呢 我感觉它们就是一种 我只要能够赢官方就好了啊 只要能够赢过官方低龄化的设计 我就赢了 我觉得它们的东西 其实都是半成品啊 它们在做这个 柯博文做OP的时候呢 我就有提过了 它呢就是一个没有做到最好 那它们就是能够赢官方就可以了啊 我的感觉它们就是一个 还有很多空洞 还有很多不足可以去做一个 做一个进步的 但是NA的这一款的话 给我的感觉是 它们在这个妥协上面的话呢 是几乎是不做任何妥协啊 可以说是极尽所能的在追求 所谓这个卓越啊 就是可能就是好 还要再更好 它们的目标呢 不是赢官方就好啊 是极尽所能的呢 去想要把它做到一个 其他人也做不到这个境界啊 这一点的话 我从这一款玩具身上的话呢 我是很明显可以感觉到 它赢过UT推出的那 第五集的那几款玩具 一个很很 赢过不止一条街啦 赢过不止一条街 这一款的话做得相当可以啊 特别是在这个容错率方面的表现 是一个玩具呢 我给予评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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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